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海上港U19是在主场1比1战平了对手 虽说在主场1比1战平了对手 但是早在上一轮上海上港客场去面对上海升星的比赛当中 上海上港在5比0战胜升星之后 就已经提前三轮夺得了今年清超联赛的冠军 所以这场比赛的打平并不影响到上海上港队的夺冠 今天下午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也是在这片场地会进行今年清超联赛的颁奖典礼 要为夺得2018全国青少年足球超级联赛 恒大杯U19联赛A组冠军的球队 我们的上海上港队颁发冠军奖牌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用最为热烈的掌声 求我们的冠军队的小伙子们闪亮登场 把奖牌交到队长的手里 接下来就是大家特别期待的捧杯时刻 准备好了吗 来 我数3212 321 我们是冠军 恭喜你们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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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要一起 好大人 欢迎我起 每一期 来 来 上班 来 行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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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通过一个赛季的不懈努力之下呢 上海上岗的小将们夺得了今年清朝联赛的冠军 当然在这里我们也希望这群小将们能够有更加辉煌的未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